HELLO 大家好,我是唐仔,欢迎收看TEMTEM第11集 那上一集呢,我们来到这个阿纳克火山之后就... 这里个人啊 火山学家 站住,不要再往前走了,很危险 靠了前方的捷径场地了吗? 除非有合适的装备,否则可能一去不复返 探险队的队员 盘圆球啊,不,我是个真正的科学家,不是那种骗子 科学家怎么会抢占地盘呢? OK 真是过分 他们在自己做什么? 呃,不应该去推测 嗯哼? 他们是谁?不知道 是主机的人吗?可惜没有溜冰鞋 可以滑过去吗这里 看有两个箱子在那里 应该可以这样子去拿到吧 强化西瓜 好,在炎热的天气里吃怪凉爽的西瓜再美味不过了 可以增加20点体力训练值 这个呢 补充水晶 你是谁啊?哈啰? 查水晶矿工 有人来了 呃 OK,我不是啊 卡片是由水晶制成的 好像过不去吧这边 我们下去看一看先吧 是吗?是右边 这里有个恢复站 挺多宝箱的这里 柚子 过这个桥看看吧 玻璃有人行道 哼 又有训受尸的 嗯? 那什么东西啊?没有看过的 武洛尔 是火蟹吗?还是什么 他应该也是火蟹的 我以为我可以了 这个水晶 差一点就打死他了 有点 可辣可辣的感觉 呃 诶 诶?我怎么在这里来着 骑了个怪 哦 还有上一集的这集之间呢 去回复的当儿 我抓了一只爸爸娃 他的特质是 休息时 恢复最大生命值的15% 与属沉睡状态情况 诶?这里不是 这不是搞我吗? 啊?从这样远回来这里 如果该是回来这个回复站就好了 可惜了 蛮大的地方 算了 去这里看看先 这数字挺 哎呦 这里 果然是主机人员啊 这里 败累 经验值很多 不错 接下来又换个人了 这什么地方啊 这你要留兵鞋才可以去吗 哇这个 呃 我看看这里有什么东西啊 这里的草丛 是的 是个小狮子 哎 把他抓了吧 OK 被动休息 江藤受在场上 前两个回合的攻击和特殊攻击增加30% 哎 还应该蛮不错吧 这个 有鱼 受到攻击时 如果两个盟友属于同一进化系 则受到伤害减少50% 同一进化系 这什么意思啊 嗯 我们继续看一下吧这里 OK 克斯特27等了 水晶尖刺 这是纳米及阿纳克模拟构造效果 会导致地面突出晶体碎块 从而造成伤害 我感觉还蛮强的这技能 这杰晶我基本上没有用过 改它吧 OK 还有什么东西啊上面的 诶 另一个训兽师 哎呦真的是多的训兽师 感觉每个地方的版物都在这里 再见 毒性告别 哇你这个真的是 临死前 还给了我个惊喜 完了这两个 两个攻击 我用了这个吧 水晶尖刺没有用过 可以还蛮痛的这个 呦 哇这个可以 666666 只是他用了蓝条消耗还蛮多的 OK 哇89块也太扣了吧老爷爷 算了 看看这有什么 香膏plus两个 OK 以名plus两个 OK 呃这有两个训兽师 报告 上面看看吧 一大堆草虫 一大堆训兽师 这里只有两个 可以来了 进去吧 进得了吗 好像进不了的吧这里 嗯 我一直可以进的 这地方不是入口吗 所以我现在去哪里 我去大龙寺里面 我现在只是在那边 玩罢了 可以了一个狮子 跟一个 这两个哪一个 会比较好一点 OK 把这巴拿比捉了 纵火狂 火系技能造成的伤害 增加15% 这个应该比较好吧 这个特质 蛮不错 嘿嘿 进去进去 OK 赖贝尔 友谊 还是友谊的 呃 巴拿比 不是你 不是卡比雷 呃这个啊 安定 增加投射在场上每回合 攻击的8% 两个都蛮不错的吧 这两个 可能那些狮子 好像比较不错啊 比较好看 呵呵 是吧 呃 他们两个的数值 哪一个好点啊 这一只的防御力 好像比较高啊 问你们啊 你们觉得这个友谊的好一点 还是 还是这个被动休息的好一点 有点烦恼啊 呃 我暂时就先 先拿到比较高等的吧 OK OK 赖贝尔 行吧 他这个鸭嘴兽 也是蛮 蛮好看的 我们接下来上去吧 看下来有什么东西 你好 诶你不是新手师吗 OK 时间就是盘焰壁 时间就是金钱 生意好吗 战斗吗 他这个鸟 看起来挺强的 不出我所料 两个 两个都是火系的这人 525 可以啊 可以赖贝尔 赖贝尔 他真的很多狮子啊 这两个人 可能就是友谊的厉害之处吧 再见 这么强的吗 他们这些人 挺耐扛的嘛 OK 哇 呵呵 你们一人有三只这么多吗 我醉了 再见 这总是差一点我真的是醉了 呃 算了直接把它打倒算了 哇 哇 这个 可以注意了这两个箱子 值得吗 减少20点攻击训练值 可以 可以速度训练值 诶 这有两个人啊 两个双胞胎吧 这个是 可以差一点升级 哇 你的表情 可以不要这样 嗯 萌加 没关系 再见 哇 城市了可以了 差点直接再见了 电力风暴 对 噢 噢 我们现在直接去大戎后这边看吧 2 okay 回到这里了 哈啰卡洛斯 我有一套制服了 是的 偷了 我偷了 帽助其中一人 然后呢 我在他们面前换吗 套装 ok 配套 我又可以了 我穿着吗 感觉没有在换 还是一样啊 行吧 上去 上去 迟到了,是的我迟到了 低等兵,好的好的 我低等我低等 可以进去了 大龙树火宝 要跟他们主机对战了 OK 哇你 藏得蛮好的 直接钢嘛 先把他打败吧 好一个猴子了 好吧,真正的 贝尔索托一元 他们怎么消失啊 哇你这个卡洛斯做点事情好啊 这边有面壁思过吗 嘿 嗯 这侦探 是刑警的侦探,忘记了 害怕的吗,虚张声势 水晶沙,这个就炸了应该 哎哟 真的是一手好助攻啊 你这个,还把我回血 OK 他们这些看起来蛮不一样的 这些主机队员 制服是换了吗 OK 哇还有啊,真的是 嗯,爆打 狮子手势登场 哪一个痛点啊 可以 火箭还蛮可以的 这伤害,再见 呃,我要向中尉举报你攻击 贝尔索托红伴 失败者 快怪的 他们这人 这卡洛斯真的是 你好歹也给我补一下血 什么之类的啊 整剧都在战斗 我也是罪了 25等 可以 哇,火旋风 看起来蛮强的这个技能 向对手释放强大的火焰风暴 尽量不要穿益染品 OK 呃,我们换走 烈焰吧 比他的伤害不是很高 45 63 是的 让你印证了 得一只 源源不断的招募新人 那个带着数码的家伙也来自那里 带着数码的家伙 谁啊 好远得一只人 哦,应该是我啦 那个 OK 干得好 哎,你不把我补一下命什么了吗 真的是 哎呀 行 后呢 看两个小狮子来那里啊 嗯 等等 卡尔 你看到了吗 抱歉 我以为你是谁 入侵者 卡尔 谁是卡尔啊 电力风暴 不要把我回血 通知悬言 然后呢 用一个一个误弹看看吧 我没有给你们看过吧 是不是 呃 这个烟物蛋呢 基本上你一用它就 它就 啵咚 挺便利的 讲真的 直接帮你带回去这个休息站那边 只不过回去的路还蛮远就对了 嗯 我怎么回到这个 远程这里来的 是远程吗 呃 诶,我没有拿到这里的东西啊 好像在选一三家这样 可以 然后接下去 是时候跟这些人打了 中卫 你们这群废物 我早跟富人说过了 招牧你们这些人就浪费时间 阿牧里所有人都应付不了 哼 嗯 我还需要一点时间 大脚坐在那扇门后 哇 你真的是 熟得一逼阿 行吧 中卫是吗 好嘞 呃 有那个鸟在 嗯 这个火系的 这个蛮麻烦的 诶,是火? 我想一下是什么系啊 火系吗 先把这鸟解决吧 OK,这个对它的效果没有什么 OK,再见 两极必杀 OK,它果然是火系了 波库斯 波库斯 这有什么东西啊 这个 先把这打败吧 哼 可以,很痛 他这用什么 贝塔爆发 这个可能很痛 是的 嗯 再见 差一点 这个打 应该就很痛了 是的 哇,陈二 直接残血了 他这也挺烦的 我这个 纳西拉速度比较慢 所以 嗯 五弱尔 好多火系啊 他真的是 念空榴弹 OK 造成自射伤害 完了 哎呦 难受 哦 再见 哇,可以了 如果速度快一点就好了 还蛮容易打这个 算起来 OK 撞击 OK 一半的伤害 OK 再见 哇 这个 冰刃中乳石 寒冷 确实会困扰你 这个巨大的冰柱会造成伤害和寒冷持续三个回合 又感觉也是一个蛮强的技能 换主这个连环闪电嘛 感觉 秀起来 小狮子 哇 OK 酷是很酷 影是很影 可是伤害蛮低的 没事 没关系 依然是打败了他 你 到底是谁 他那个夫人也在那里吗 那落地里是 OK 我们得离开这里 为什么呢 Y 否则他发起火来可能被好果子吃 OK 老朋友 是的 记得啊 阿纳克火山 OK 巧合太多了 男家通知我的客户 啊 终于拿到水晶溜冰鞋了 真的是 可以了 这次水晶溜冰鞋那个 科学探险队 埋下了奥姆尼斯所有的溜冰鞋 他发现了 好几十个 没开封的箱子里面都是溜冰鞋 OK 火山附近 啊 至少不亏吧 拿到那个水晶溜冰鞋 还蛮不错的 我们去溜溜看先吧 为什么不要直接用雾弹呢 挺便利的 可以只有溜冰了现在 在这里 OK 那就蛮便利很多的 好吧 我们今天的temtem就玩到这里咯 那如果想观看这个影片的话 可以在视频下方点个赞 并且在频道旁边点个订阅和旁边的小铃铛 那我们下一集就应该是去 阿纳克火山里面了吧 是吗 那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